一天一支Ultra系列 不是啦不是 我後來發現了一個超級無敵Ultra的型號 這個型號我們提過非常多遍 是Squire Classic Vibe 那為什麼我會說它超像Ultra想要做的事 或是我心目中的Ultra 因為這個Classic Vibe的這個系列就做到了 雖然它是Limited Edition 但是我們都知道通常Limited Edition 不會真的是Limited Edition 所以至少不會是你難買到全世界限量幾十把這種狀況 可能後面要加一個萬之類的這個情形 為什麼這個系列超漂亮 第一個我們就要看看超漂亮的型號 第一個現在畫面中在示範的這個型號 Telecaster 它是這個Special版本 然後就說Inspired by 60年代的Telecaster 就是琴錦4琴錦拾音器是雙線圈 琴錦單線圈 齁這個就特別了 然後這個顏色還不是最漂亮 還有一個超級無敵像Fender Custard的顏色 就是這個 你說是湖水綠嗎 它比湖水綠更深一點 夠那把Jaga顏色很像 直接給你一個Hamburger 然後一個這個 然後直接 我覺得買Squire有一個特別的關鍵 就是 我們通常買Squire不會是為了要體驗它的爽線圈 當然這是有點開玩笑的性質 但是這個大方向上面就是 我覺得在這個Range裡面 這個價格在一把琴三百多塊四百美金的價格 真的算是 你說那個 以天劍圖龍刀之類的這個 殺片天驕無敵手 Squire Classified這個系列 單線圈 真的 我個人很喜歡Squire Classified的單線圈 因為那個也是我進入單線圈的世界的第一個階梯嘛 很感謝距今 幾年了 六七年前 賣我那一把現在還留著 那一把Squire Classified 60 Custom的那位大哥 他願意把那把讓給我用 讓我用一萬出頭就買到這個二手琴 我可以開始體驗單線圈的美好 才發現原來我那麼喜歡單線圈 但即使如此 這個型號 雙線圈 雙單 這個我後來在Sharker很常出這個 他們叫PT 哈哈哈哈 的這個型號 然後這邊因為版權的關係 我們就不會播放音樂 我們就直接跟著這個 順序來彈一下 然後這Oka Vintage Dust Tuning Machine 就是我們之前講過的Jaga上面 如果你不知道我在說什麼 在我頻道上 最近會有Jaga換弦的影片 請大家多多指教 那個Vintage Tuner就是背面長這個樣子 正面它會是一個 一字型的開口 中間有一個小洞 你直接把那個弦 先拉到你覺得足夠的長度之後 剪斷它 直接把頭戳進去裡面 然後開始產景 就這樣 某方面來說 我一直戲稱說 這個很像 超早年的這個Log & Tuner的感覺 因為它幻顯真的很快 用這個幻顯的方面來做一個比較 然後就是 這個很漂亮 它這個Limited Edition系 它做了一件事情就是 Match Headstock 就是這個頭跟身體顏色是一樣的 所以 大部分這個系列 你就會看到頭跟身體顏色一致 不會是 頭是蜂木的這個 黃色的造型 而是它跟琴森一模一樣 然後這個Tree Shadow True Bar Detail 這個就比較還好 Rui手鍵我比較喜歡那個銅的下限者 那這個G&L我做 所以我超喜歡G&L 然後 好 60 Classified 60 Custom 但是這一把 那個顏色就是 它出了這種 Caro什麼珊瑚紅之類 它就是很典型的 Fender Custom Shop很常出的顏色 不管Storecaster啦 或是Telecaster很常出的顏色 然後 這個Beple Neck 整支Beple Neck 就是Meple Neck它都沒有Match Headstock 但其他款 我們看Bass 有這個Antic White的整個的 我記得它還出的Bass 5 就是五弦的Bass 然後這個 湖水綠 到底那個 很難念的那個 那個Blue 這個顏色 然後它的丹丹霜 就是我說的 為什麼Ultra不做這個蓋子 因為那個蓋子很漂亮啊對不對 好 我們再往下 來做一個分享 好 好 有全黑的 這個是我們這個顏色 那全黑款 看一下全黑款 它一直在彈黑的 哦有了Bass出現了 吼 身體跟頭都是這個Antic White 就是比較 稍微有一點點黃黃的這個顏色 然後J-Bass 那個價格實在很漂亮 我現在還是很後悔 我的第一把其實Bass沒有買Squad的Classic Vibe 但這也是一個緣分 我很喜歡那一把 那個 這個Ibanez的SR-310E 但 它的基本概念 其實跟J-Bass很相 就是兩顆 但它多了一些主動式的電路 還有這個串便聯的做法 它 相對說沒那麼傳統 哇它有BIDING 哈哈 它有BIDING 然後Easy Play-In這個 J-Bass 這個我們就不用看它多說 但是我覺得這個有BIDING很漂亮 然後是這一支 哦好像那個超大顆的那個 Bass的條件選擇 我覺得最漂亮的是這一把琴 為什麼 這把琴 所有我希望在 American Ultra 2看到的東西 這把琴上面都有 何出此言 看一下有沒有一個沒有遮到的 這個Match Headstock我們就不用講 這個頭跟身體的顏色一致 我們要找一個 啊就是這個 雙線圈 銀色蓋子雙線圈 我就說這個顏色超漂亮 我真的沒有很喜歡看到那個 Open的打開蓋子的那個黑黑的雙線圈 看就比較便宜一點 我希望說我買一個尊爵的不凡 大家看兩顆白色 一顆銀色 然後整個 六個砂斗 看看它有沒有特寫它的砂斗 看一下 哦這個顏色 為什麼Ultra Ultra就出這顏色就好 不要出其他什麼 那些 我們覺得比較沒feel的顏色 你就出一些比較 你可以說的老套 但是 銀色的Bridge 琴橋 雙線圈使音器 不香嗎 哦你看 兩顆而且倒是LNICO 我超愛LNICO 尤其在這個價格 等於是你可以用最便宜的價格 買了一把 好彈 好看 好聽的琴 然後長得真的很像Fender本體 And LNICO 直接體驗LNICO磁鐵 而不是Ceramic磁鐵 的個性上會更接近你 想像中 印象中的雙線圈 的這種感覺 然後 這一種我覺得很漂亮 雖然它是Squire 但是沒有關係 它是這種 傳統式 Vintage Style 的這種Tremelor搖座 六顆螺絲 And 這個上面 就是這種我覺得比較漂亮 不是全平面的 雖然 全平面 然後2 point Tremelor 2.4的搖座 據說調音會好很多 但是 其實就對我們大部分的玩家來講 看得開心 其實我覺得慢加分的 呵呵呵 但當然 2點 我超愛2.4搖座 但6.4搖座是 可能我現在把Castron Shaw 之類 會想要追求的一個東西 齁 然後 補斷這個 然後這個Squire 它有一個Sonic Series 它就有一些 你在Squire 可以直接摸到Mustang 這個就是一些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Fender 雖然這支影片半年前 但是我要特別拍一下 你看最近有發生什麼 最近發生超多事情 它Fender發布了 那個他們的無線 無線導線系統 然後等等的 然後Ultra系列 就之前我們一直在 一直在 有一些意見的 這個Ultra系列 然後簽名請 我就說 你很喜歡Ultra的 特色或功能的話 買簽名請 除了偶像的簽名 大師的簽名 各種客製化的規格 跟很難得一見的 全部都在簽名請上面 所以我一直開玩笑說 我覺得簽名請 這個Signature Model 比Ultra更像Ultra 結果現在目前 這裡還有Hello Kitty 但Hello Kitty 我就沒有打算要來做這個分享 因為 好像沒有很多 我想分享的事情 在Hello Kitty 這個 琴款上面 最近拍了超多Ultra 然後還有這個 Jack Hoyer的簽名款 真的這把琴 應該賣破十萬新台幣了 然後這個 那個Treeball Caster 但是我覺得那把琴很有 特色 你要買一把真的很酷 很難得一見的琴 比起買隔壁的這個 Modera來講 買簽名請 帥到一個炸裂 你要功能有功能 要軟期有軟期 要漂亮的各種的特色 都有 然後還有JunkFi的簽名款 這前陣子發布的 新的Tone Master 59 Basement 然後Player 2 Player 2 之前我們有拍過影片 Player 2是一個 我覺得是CP炸裂的東西 也是比Ultra更加Ultra 雖然那個時候還沒有Ultra發布 所以 我們還不知道 後來Ultra會變成現在這個樣子 哈哈哈哈 好啦 感謝大家收看 這就是我們今天分享的 這個 新的系列 這個 其實沒有到很新 但是我還是想特別講 因為最近看到廣告跳出來發現 哇還是好行動喔 銀色蓋子的雙線圈 然後LNICO磁鐵 的這個 我們的單線圈 然後 Match Headstock 就算沒有Match 也是Maple Neck 超漂亮 然後各種Fender Custom Shop的顏色 然後各種 我們喜歡的規格幾乎都在上面了 所以我覺得 如果出現展覽像這樣子的Ultra 是要樂見其成 而且價格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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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便宜三分之一 或將近一半 那吸引力 想必是 非常的充足 呵 感謝大家收看 歡迎訂閱阿白再會 這就是今天我們分享這個 Square Classified的 Limited Edition系列 然後發現說 哇這個東西 超Ultra的 真的很像我們 想要的Ultra的樣子 頂多你要說 好那你改個 鎖定式前鈕 還真的是 超媽的 超方便的錢 然後你該有的 你想要的 幾乎都在這個 價格超漂亮的 定價四百元美金 美金定價上下的電吉他 全新價格 可想而知那個二手價真的香到炸的 看起來漂亮 彈起來漂亮 聽起來爽 讚 感謝大家收看 那我們再會 再見